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还有30多天,巴黎奥运会就要开始了 国兵队员在成都进行封闭训练,全力备战奥运会 之前听有关消息说,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国兵不会再参加国际比赛 球迷想看国兵的比赛,就只能等到巴黎奥运会了 外协会队员倒是在参加国际比赛 他们是以赛代列,一直在打比赛 比如,近期举办了WTT球星挑战赛卢布尔雅纳战的比赛 外协会很多高水平的球员参加了 其中,巴西球员余果夺得男单冠军 早田西纳夺得女单冠军 不过没有国兵参赛,大家的关注度都降低了 国内球迷更想看国兵队员的比赛 如果要等到巴黎奥运会才能看国兵比赛 那就太久了,好消息来了 国兵近期将派队员参加国际比赛 广大球迷有福了 据WTT官网消息 陈姓彤、林高远将参加2024年WTT曼谷球星挑战赛 2024年WTT曼谷球星挑战赛将于7月2日开始进行 到7月7日结束 比赛在泰国曼谷华马克室内体育馆举办 7月2日到3日进行资格赛 7月4日到7日进行正赛 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开赛之前 WTT最重要的一战赛事 也是最后一战球星挑战赛 一位国兵球员自重庆冠军赛之后 进入风训期间 一些国兵的老球员 包括已经退出国家队的球员 都纷纷为了大主力备战奥运会 而回到一队进行陪练任务 可见奥运会是乒乓球项目当中 非常重要的赛事 没有之一 在风训期间 因为需要有后勤和陪练等大量的工作 所以作为已经退出国家队的 比如方博 延安等球员 也都回到国家队 完成国兵交给各自的任务 而在这期间 我们看到的 比如萨格勒部站 以及拉格斯站 还有曼谷站 这些比赛都没有国兵的身影 不过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曼谷球星挑战赛 将会迎来两名国兵的球员空降助阵 这无疑是一个在国兵风训期间 对于球迷来说的好消息 按理说 国兵都在风训期间 应该不会有球员出现在比赛当中 但是这次曼谷站的外卡球员 竟然是国兵的大主力 而且一出手就是王站 很多人认为 如果说有球员参与 或许会让次主力的小将 出现在曼谷站 比如刘伟山 宽曼 相鹏等人 但是没有想到 林高远和陈信彤 遇染于曼谷站名单之上 还是让球迷有些惊喜和意外 也从侧面说明 曼谷站主办方 还是懂得效果的 就比如之前的 萨格勒布站和卢布尔亚大战 没有国兵球员的参与 即便是有早田希娜 张本志和 以及雨果这些重量级的球星 但是因为国兵的缺席 让比赛的含金量降低不说 也少了很多国兵球迷的欢呼声 总感觉有些低迷 所以曼谷站主办方 邀请林高远和陈信彤参赛 总的来说 国兵也是需要给一下面子的 在风讯期间 林高远和陈信彤能够出来打比赛 也是有利于两人的训练和发挥 林高远参赛 那么在南单方面 他是四号种子的席位 前面还有一号种子 F勒布伦 二号种子于果 三号种子林云如 除此之外 还有张本志和 张宇珍 弗雷塔斯 阿鲁纳 以及护上孙甫和赵大成 在种子选手当中 林高远还需要认真对待 这都是国际拼谈的重量级球星 作为唯一一个 参加南单比赛的球员 林高远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应该非常清楚 那就是走到决赛 女单方面 陈信彤也不是头号种子 她作为二号种子 将会和早田希纳分裂上下半区 如果双方相遇 那么也将会是在决赛当中 相比于南拼的激烈性 女拼方面 因为日拼球员扎堆 陈信彤如果没有好的牵位 可能还需要更加努力地 去向决赛发起冲击 因为这其中还有申育斌 张本美和 斯索科斯 伊藤美成 平野美宇 还有台北队的郑宜静 以及韩国队的田智希 所以这一战曼谷战 林高远和陈信彤都是孤军作战 希望他们能够拿出必胜的决心 为球迷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奉献一战精彩的比赛 此外 6月18日 国际平年第25周世界排名出炉 国拼依旧包揽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混双五个单项第一 距离巴黎奥运会报名截止日期 和种子排序日期越来越近 每一周的世界排名都格外引人关注 虽然国拼在WTT重庆冠军赛结束之后 就进入封闭集训 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但是由于在之前的比赛中 积累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国拼在世界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 并且集团优势明显 男单 王楚钦 樊振东 梁静坤 马龙包揽前四 女单孙颖沙 王曼玉 王毅迪 陈梦包揽前四 男双马龙 王楚钦 樊振东 王楚钦 马龙 林高远 包揽前三 女双陈梦 王曼玉 占据首位 混双王楚钦 斜杠孙颖沙 排名第一 虽然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 国拼主力不会再参加比赛 但在种子名单出炉之时 国拼各项世界排名 基本上不会变 在巴黎奥运会上 将占据混双 男单 女单 男团 女团 五个单项头号种子席位 刚刚度过16岁生日的 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凭借着WTT球星挑战赛 卢布尔雅纳战 女单四强成绩 她的世界排名 在上升一位 来到女单世界第七 排在她前面的是 除了国拼四大主力 还有队友早田希娜 和国拼的陈信彤 凭借着不断参赛 并且稳步提升的成绩 张本美和的世界排名 已经超越了 哥哥张本志 和在男单中的排名 张本志和排名男单第11位 野利亚奥运单打选手 平野梅宇 世界第九 日本女队巴黎奥运 三人军机身女单 世界前十 将成为国拼 在女单 女团中的最大对手 在本期世界排名中 台北的林云如 与她的混双搭档 陈思宇 再次被强制赋予零分 这也是她们被赋予的 第二个零分 在此前的WTT常规 挑战赛萨格勒部战中 林云如 陈思宇 退赛在单打和混双上 均被强制赋予零分 上周的球星挑战赛 卢布尔亚大战 两人再次因为 退赛在单打上 被赋予零分 被赋予两个零分 对林云如的世界排名 没有影响 但影响了她的积分 而对陈思宇的影响 则是巨大的 她的单打积分 目前只有480分 世界排名落后队友 简同娟 黄仪化 中国台北队 依据本周的世界排名 决定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如果陈思宇 不能申诉成功拿回积分 或者中国台北队 严格按照世界排名选人 那么意味着 她将无缘巴黎奥运会 女单比赛 好在陈思宇 已经确认了混双参资资格 并且自动锁定了 女团参资资格 比喻如陈思宇 这对混双组合 在巴黎奥运会上 具有争夺奖牌的实力 被赋予零分 或许会影响 他们的种子排序 进而影响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签位 根据目前的世界排名 台北队乒乓球奥运名单 为男单林云如高成瑞 女单郑宜静 简同娟 混双林云如陈思宇 男团林云如高成瑞 庄志渊 女团郑宜静 简同娟陈思宇 不过最终的名单还需要确认